你眼睛的业障 这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不承认 意思是说 别人的不好 我看得见都跟我有关系 但是我为他的业障好好来承受 自他交换 接受他的苦来替他唱 事实上是不是削了自己业障 万法违心献 你看得到了 接触到了 都是你心所献出来的 在你的心思里面有这个种子 所以各位你要借这些 好好坏坏的境界来修 好的境界我们了解空性 随起他功德 不好的境界我们替他忏悔 生生世世自己不再犯 而且愿意承担众生的苦 所以我想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悲观音菩萨 大愿地藏王菩萨叫娑婆三生 为什么叫娑婆 娑婆就是苦难轮回的意思 他们永远在苦难轮回里面 不离苦难 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你看一下永恒的慈悲 永恒的悲怨 永恒的智慧 这就是佛教要教育我们的 永恒的生命不是肉体 无受者相 永恒的生命是永远的智慧 永远的悲心 永远的轮回 因为众生夜尽我愿来尽 但是众生不可能 究竟个个都超度 所以菩萨的愿无尽 那你就找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才是佛教要修行的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去追求 健康啊财富啊不生病啊 事情顺利啊 事情永远不顺利 大家记住 永远不抱怨 抱怨就是退转 抱怨就是损福报 记住这句话 很多人抱怨先生 抱怨太太 抱怨儿女 你要抱怨 这个世间 连一个开个门你都要抱怨 上个厕所你要抱怨 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 如果这个世间有一个圆满 你何必解脱呢 何必脱离轮回 何必去其乐世界呢 这一点要肯定的认识清楚 所以放下并不是放弃 是接受一切苦难而不抱怨 叫放下 你不放下 那边酸那边痛 最近有一个女婿是 几年前她 膝盖已经开一次刀了 痛得要死 前天又打电话来找我 透过别人说 现在右边痛得 痛得没办法睡觉 可能又要开刀了 怎么办 她问我怎么办 我就告诉她 如果你停止抱怨的话 因为我知道她这个人天天抱怨 没有一个人 只在我面前不会抱怨我 但是在我后面也会抱怨 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了 你要抱怨到什么时候 老公也不好 儿子也不好 在她的眼光里面 没有一个人好人 你把全身都开刀完了 就心没有开刀也没用 因为这个抱怨 这种对抗 你知道为什么会车祸吗 车祸的人就是 跟外在的环境对抗 连车都会裂掉 骨头会断掉 一对抗就是大车祸 最硬的东西都会碎掉 人会跌倒 头会破掉 但是佛教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本来就如此 你要 你要 全然接受 允许发生 这个就是空性 空性不是看经典叫空性 有一位菩萨 我说你不要抱怨 师父我每天读金刚经 我哪里也没抱怨 我说你那金刚经还真奸 金刚经是对自己 而不是金刚经去叫别人空性 所以那你这样把你先生抱怨的他快死啊 你看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打破我之而不是要去改变别人 我们只能用爱用智慧感动别人 这是自然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对立抱怨 那这个业的循环又来 你会苦的要命啊 我不理你 不理你 对方也痛苦 对吗 不理你没关系 我用心回向给你 那就可以 我在外表上 我没办法跟你讲话 在心里我可以回向给你 因为我们相信佛法 佛法是心法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各位做到这个重点 所以要学观音的心 学地藏的愿 对不对 然后呢 让自己能够去 真正去超越 所以我认为 地藏经啊 翻译得太好 内容太浅 但是太实际 一点麻烦困扰 看不懂都没有 不像金刚经 看老半天 你也不懂我也不懂 讲的也不懂 听的也不懂 反正大家一起金刚吧 为什么因为 看起来这个文字 是懂非懂 但是问题是 讲金刚经 有没有实际的 在内心里面放下 你考验一下 他就知道了 所以我想各位 这只能扪心之分 我还在执着什么 对不对 我还有这个像的分别 像 男女也是个像 感情也是个像 成功也是个像 所以生老病死 都是一个像 那是你被这个像 卡住了 没有好处 这个像是虚幻的 暂时的 你要告诉自己 一直告诉自己 你不告诉自己 就没有办法 简单的说 大家今天 做地藏菩萨 好不好 做地藏菩萨 发起地藏菩萨的愿 那这样你 对你的父母祖先 对所有众生有帮助 特别我们麻豆这个地方 这边以前是一个 养猪的地方 隔壁还在养 养鸡养猪 所以我们把它 改成护身员 你要慈悲 一定要在最苦难的地方 我想各位 诵经一定要送到 你要有那个 感受到对方苦的境界 那是什么 就像学针灸的 一定要自己扎扎看 很苦 然后你才可以去扎别人 因为真的很苦 所以如果 这个苦 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 是一个绝对的慈悲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很喜欢讲慈悲 是因为强迫我自己 慈悲 海涛法师 你在台上讲 这么慈悲 你现在为什么不慈悲 哦 谢谢你 所以 那 你一定要强迫你慈悲 慈悲是来自于 自私的放下 不能有私情 才有大悲心 你有私情 你要谈大悲心 很困难 因为你要先照顾 你的儿女 再照顾别人的 你要真的玩慈悲 要去修慈悲 那大乘佛教 慈悲基本要出家了 不能有私情 私钱 个人欲望 财物 如果你有这些 没办法的 因为你会先照顾自己 慈悲不能有 我的身体的想法 我的身体 你会先照顾自己的 怕自己痛 所以你要把身体 当作法器 我这个身体是温度器 感受众生痛的身体 可以 心里是心灵温度计 感受众生的苦的心态 因为这个身心的苦 才会让你一心念佛 求佛加持 转化自己 因为你不转化自己 它就痛 所以各位修行要这样 一直在痛 但是我念佛 很专心 有慈悲心 它就不痛 这样你就会更专心 所以现在一脚在地狱 一脚在地藏菩萨净土 因为你要这样送地藏经 一脚在火灾的现场 一脚在没有火的地方 这个就是悲心 你不能把脚抽起来 如果你离开悲心 然后在这边享受地藏经 念到睡着 似乎我诵经就会打瞌睡 这样 因为你没有悲心 就没办法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经 众生很苦 轮回很苦 所以一脚在极乐世界 但是用极乐世界 来引导痛苦轮回的众生 所以不要怕众生痛苦 如果他不痛苦 他不会想要往生净土 傲慢的人怎么会往生净土 所以你要告诉他 你再好都很苦 天界也苦 所以各位往生净土 不是等老了 我们时时刻刻都想往生净土 好不好 要有人就像 儿子像妈妈一样 要时时刻刻想往生净土 但是随顺因缘 什么时候往生不知道 但是呢 尽力的消业障 尽力的结缘 好 那大家就非常的认真 自己承担地藏王菩萨的悲愿 成为地藏王菩萨的身口意 所以诸佛菩萨都变成地藏菩萨 我们的心也变成地藏的心 所以相也变成地藏的相 声音也变成念经不是在念经 念经是在为众生说法 你知道吗 你把地藏经讲给地狱道听 恶鬼道听 动物道听 所有天人阿修罗听 你在讲地藏经里面的真正的精神 不是在念哦 所以要这样子就讲 就像各位都知道我妈妈生病 我们轮流跟我们妈妈 我们赞颜事赞颜事 跟我妈妈讲台语的地藏经 白话的 就是要让她听得懂 最后我要跟我妈妈讲 阿弥陀经 让她听得懂有极乐世界 在她最苦的时候 我认为最苦的时候 她才会相信地藏经 她才会相信阿弥陀佛 但是你要忍得了她的苦哦 这个空性是一种忍 罚忍 妈妈很苦 对方很苦 没有关系 就像你是个医生 要把你儿子开刀 这个地方不能打麻醉 你忍一下 忍一下 这样 这个叫念经 对方很苦 但是你一定要让他离苦 好 这个苦一过了 他就OK了 所以我想各位 痛苦来了 是个非常好的 挣扎的时间 但是不要做痛苦的奴隶 永远记住这句话 苦来了 你的老公有外遇 这个苦来了 你接受自己发愿 我不再谈爱情 那就没苦了 不是我这次念一念 然后现在我老公就乖一点 等着下回再骗你多一点 这样没有意义 现在得癌症 很苦很苦很苦 才知道有这个身体的苦 造业的苦 贪嗔痴 轮回的苦 所以我决心离苦 这个癌症可以让他去极乐世界 很好 那天有个菩萨 他往生了 我们心也有说 师父他中阴身要被带到地狱了 带到地狱了 我就会给他描述地狱的苦 你赶快跟我念佛 就这样超度了 如果他不是要下地狱 还不太好超度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苦了 一直往那边拉 就像各位带你去监狱 心情就不好 知道吧 因为要带进去关了 叫你脱衣服检查 你那个时候就想要跑掉了 所以不要怕痛苦 痛苦是我们觉悟的主缘 把握痛苦来修行 这是最重要 所以佛法 意义其他宗教 是从内心里面完成 不是光拜啊 光拜啊 光祈求啊 这个意义没那么圆满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寻回50座城市 超过600万人 感动朝圣的 沉浸式艺术饮宴 再见饭骨光影体验展 登陆台湾了 超过3000幅饭骨的经典作品 星夜 夜晚露天咖啡座 及饭骨的自画像的 跳脱画框 透过动态影像投射至 近三层楼高的投影剧目 在光影流动与音乐环绕下 走进展览 仿佛置身在画中 现场还有重现饭骨 创作空间的附近 并设有绘画教学区 让观众现身体验 饭骨的创作生涯 终观饭骨的一生 并不平稳 这也体现出 人生无常的道理 在人生逆境里 找到真实自我 安住本心 纵使前途之路困难重重 只要心中有佛法 绝对不会走向绝路的 必须要有这样的坚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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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多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多多无耻生命电视台 人人都来接下方生吃素棉花 用世纪心动推动 旧生命的大誓言 共同和淡如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